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新型护卫舰 作为主要海军舰船项目动力的国家 罗罗公司高级副总裁Sam Cameron表示 日本选择MT-30燃气轮机非常重要 这意味着全世界三家最大的船用燃气轮机用户都认可MT-30的性能 并选择了它作为未来项目的动力 MT-30船用燃气轮机是目前世界服役的燃机中 功率密度比最高的 功率密度比对于需要满足未来作战行动需求 同时在最小的空间内具有最高功率的海军舰艇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特性 目前全世界的海军对电力功率需求的增加也是一个明显的优势 罗罗表示 此次提供的MT-30燃机可提供超过40兆瓦的额定功率 这是迄今为止不受全球气候条件影响的最高功率燃气轮机 这种现代燃气轮机的功率和性能被造船厂和系统设计人员提供了新的选择 也为最新的海军平台提供了新的能力 并且结合了超低功率保持和超低燃机维护的额外优势 Kameron强调说 我们与日本当地合作伙伴穿起重工 有着近50年的战略关系 为日本的海军舰队提供为超过200多台燃气轮机 我们期待双方在30FFM级护卫舰上的成功合作 第一艘30楼FM级护卫舰将于明年开始建造 预计将于2022年投入使用 MT-30燃气轮机也是英国皇家海军最新的航空母舰 伊丽莎白女王号的动力 它还为美国海军的自由级滨海战斗舰变种 以及最新的DDG-1000驱逐舰提供动力 此外 韩国海军的第一艘F-X-X-I-A护卫舰 和意大利的新型黄蜂级直升机船物登陆舰 也选择了MT-30燃机作为动力 编辑Alan